第零八百四十一章 原始大地不是人 一阵阵清凉之意 如同带雨春风 拂过路前面旁 五 这是哪里 路前悠悠转醒过来 睁开双眼 便看到一枚不死神符 漂浮在半空 滴溜溜地旋转 散发出一圈圈碧翠绿光 绿光如水般倾泻下来 缓缓修复肉身 在扫望四周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浴床之上 披着一张雪白羽毛编织的毯子 很是柔和舒服 透过浴床悬挂的青纱 路前看到了四周淡雅朴素的房间布置 还有熟悉的屏风 立刻反应过来 这里是酒馆孟丽莎的厢房 但是却不见孟丽莎的身影 看来系统也不靠谱 下次还是自己来 路前眉头微皱 坐了起来 感觉胸口还是隐隐作痛 显然 孟丽莎的那一掌 是真的含恨出手 没有被当场打爆成渣 也算是侥幸了 不过还是活了下来 路前松了一口气 张口一吸 将不死神符吞掉 暗次催动不死精 阵阵浓郁生机 在体内散发出来 开始疗伤 片刻之后 她伤势恢复得七七八八 睁开双眸 一眼就看到坐在床边 居高临下盯着自己的青山美人 她一双乌立双眸 忽而柔情似水 忽而恨意如海 看得人头皮发麻 路前倒已不慌 转头盯着她 对视凉酒 然后温柔一笑 老板娘 我饿了 要不 你下个面给我吃 反正小命都捏在此人手里 还不如先吃顿饱饭 就算死了 也要做个饿死鬼 吓你个爸爸 梦丽莎一听 情不自禁咬唇 又恨又恼又怒 当场骂道 随后 神色已冷 目光森寒 原始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你薄情寡义将我抛弃在这个魔界 这个仇 你死一万次都不解恨 不怕 路前摇摇头温柔笑道 因为我还活着 你不舍得杀我是吗 梦丽莎双眸一咪 莽得探出袖手 五指按来 仿如一只箩筐照落下来 金光流动 给人一种遮天蔽日的感觉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路前的身体传出草动 后般的乍响 裂痕如同猪网 瞬间遍布全身 蹦出一个个的流光晶体 洒落在地上 杀一射魂 他是真的想要杀人 路前神色不变 淡然笑道 老板娘 我现在是路前 并不是原始 你杀了我 并不能解恨 如果你想杀我 起码得等我记起前尘往事 恢复了原始的身份 你再杀我吧 到时候 你要杀要寡 我绝不反抗亨 等你恢复原始的身份实力 我还能杀你吗 你这负心汉最会骗人 梦里沙冷冰冰道 并没有收手 路前笑了笑 既然你这么想我死 那么 我便死吧 化落 整个人如同杀化的石雕 猛得崩溃瓦解 散落一地的流光晶体 闪耀着银色雷光和清脆碧光 兑满了整座厢房 也淹到了梦里沙的腰间 这一下 出乎梦里沙的意绕之外 小子 你别胡我 他冷着面庞 目光森寒无情 然而 这一地的流光晶体 闪耀着丝丝雷电晶芒 逐渐暗淡 就连里边的那点 盐盈清光 生机也在刷弱 等到雷光暗灭 清光消失 路前恐怕是真的死了 神仙下凡也回天乏术 梦里沙静静看着 嘴角带着讥笑之意 这一招 在很久很久之前 你已经骗过我了 这次 休想骗我放过你 然而 雷电精芒和清光 无声熄灭 整间相防 光芒逐渐拴弱 再度陷入黑暗 约莫半盏茶之后 只剩下最后十颗 蚕豆大的流光晶体 再顽强地闪着光芒 漂浮在梦里沙眼前 这是路前的三魂七魄 就如同琥珀一般 里边凝固着一只九色蚕 一只三头六臂的魔神 一尊琉璃火顶 一只七彩巨豹 一块世界之树碎屑 一尊太古神灭炮 一朵墨黑火帘 一张不死神符 最后两颗 藏着一方九龙地印 还有一张金书玉圈 最先熄灭的 是九色蚕 紧接着是泛魔真身 随后是琉璃火顶 七彩巨豹 眨眼之间 便彻底暗淡 梦里沙轻哼一声 依旧一脸冷漠 紧接着 太古神灭炮 竟连夜火 不死神符 世界之树碎片 以此灰暗下来 乐无生机 梦里沙瞳孔一缩 最后 九龙地印之中 传出一声哀鸣 里边金色气韵涌动 地印上的九龙 猛地活了过来 就要崩散身形 气韵散尽 就在这时 梦里沙银牙咬破嘴唇 恨恨骂道 死冤家 这辈子算我栽到你手里了 说着 匆匆一指一弹 打出一道清脆绿光 击中那枚暗淡无光 凝固着世界之树 树苗的流光晶体 这一道绿光 同样蕴含着强横生机 竟然也是一块 世界之树碎片 嗡 绿光注入流光晶体之内 瞬间光芒大放 腾飞起来 疯狂旋转 拉持着四周 所有的流光晶体 凝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雷光霹雳 再度闪耀起来 墨黑火焰砰的一下炸开 将整个巨大漩涡点燃 下一刻 雷火猛的一收 路前身形再度出现在孟丽莎面前 身披九龙雷火道袍 逼着双眸 似乎在感应参悟那一枚世界之树碎片的大道法则 拜赏之后 她缓缓睁开双眸 笑着拱手一拜 多谢老板娘不杀之恩 孟丽莎盯着眼前的路前 谋中恼怒居多 咬牙切齿道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若是再赴我 我定将你杀之而后快 好 慢着路前点点头 伸手出去 轻轻擦拭掉美人嘴边的鲜血 这下好了这一下 似乎勾起孟丽莎了一些回忆 谋中雾气散了一大半 微微瞠怒道 哼 原始 你虽然转世了 但是你这哄女子欢心的技能 却是没有半点丢失 说吧 你这次转世 又多了几位红颜知己 不多 才五六七八个而已 路前笑了笑 坦诚相告 这一句话 让孟丽莎顿时脸上乌云密布 谋中柔情散尽 五六七八个 这乃一国之君 三公六院 有五六七八个 也算是专情了 对了 还有了一双儿女 路前笑了笑答道 听到这句话 孟丽莎气得双眸喷出 丝丝怒火 好好好 好一个三公六院 好一个儿女成双 看来 你这三心二意的性子 拽一百事都不会改 我只能在你身上 种下索情魔咒 然后陪我在魔界 专心生孩子 说吧 眸中渗出 丝丝真魔之气 慢着路前喊了一声 生孩子的事情 不急 我还没有恢复前世记忆 这感觉自己在给自己带翡翠冠冕的感觉 那你想怎么样 孟丽莎冷冷问道 先让我飞升仙庭 找回我自己再说吧 路前沉溢一下 回答道 你想走 孟丽莎脸色一变 浑身煞气凛然 路前没有一丝的惧怕 笑道 老板娘 你现在以为我是原始 但万一我不是呢 哼 不是 只有你能够掰断我的晕扬玉佩 你还是你不是 孟丽莎冷冷逼问 原来如此 难怪在刚才的瞬间 她和白鹿的眼神那么奇怪 难怪暴露了身份 路前恍然大悟 坦然道 纵使我的前世是原始 但我现在是路前 纵使老板娘倾心于我 那也只是倾心于我的前世 我感觉别扭 你感觉也难受 强扭的瓜不会甜的 再说了 等我找回前世 方能与你天才第九 不是吗 孟丽莎沉默了 她不得不承认 路前的话是有这么一丝道理 你走吧片刻后 孟丽莎似乎想通了 忙得转身 背对着路前 冷冷道出三个字 谢过老板娘 路前文言 心中一喜 拱手深深一拜 随后 抬脚走出厢房门口 吱哀一声 门推开了 路前抬脚迈出门槛 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发现阴暗的厢房里 只有一尊兵姬雪夫 晶莹发光的青纱一人 在默默捶泪 泪珠滴落在地板上 见做点点梅花 路前见此 顿了一下 扭头转身就走 她不是原始 她是路前 不过 这个原始真的不是人 暗骂一声 路前身形闪烁 来到一楼 双手摁在门上 一推 顿时 木门上金光浮现 凝结成漩涡 莽得将人一吸 拉扯进去 一阵天旋地转 路前重见天日 出现在一座飞拳瀑布 掀起飘飘的灵山上 眼前一条碧玉时间 直通山上雄伟宫 这里又是哪里 耳朵竖起 四方声音立刻传入耳中 越听 路前神色越是怪异 这里是明玉山 同时 三炷香之后 魔祖招序即将开始了 第0842章 天下第一大好人 怎么会是明玉山 不是长生界 路前心中微微一惊 神色有些诧异 本以为 梦丽莎会直接将她送回大前 却没想到 竟是送来了明玉山 这是要她参加 魔祖招序的意思吗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头白鹿 估计已经认定 她是原始大帝 等下被白鹿发现 估计麻烦不断 而且 她杀了灵谷魔皇的儿子 气天面 这个血海深仇 恐怕也会惹来杀身之祸 当即 路前再度变换成 一个黑脸大汉 转身就要下山里去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飞下来 一道黑光 落在路前身前 显露出一个高傲黑山女子 醋眉问道 你是何人 在这明玉山鬼鬼祟祟做什么 我路前念头一转 道 我是来凑热闹的 这便走哼 看你的模样 就是想偷懒 红与魔皇大人 正忙着招待人呢 你们这些小鬼 竟然还想偷奸耍滑 跟我走 去掀魔殿 说吧 黑山女子不由分说 弹指射出一道红光 如火蛇一般 缠绕住路前 直接滴溜着 就飞上山巅 此女 竟然是一尊魔王 而且 还下意识地 错认路前 为明玉山的魔神了 眨眼之间 山巅那一座 巨大宏伟的白金宫殿 出现在路前眼前 这是一座 无比气派的宫殿 如天柱般 直插云霄昊日 在日光照耀之下 光芒万丈 犹如仙庭神宫 仙气飘飘 一大群美貌魔女 势力在宫殿运门左右 手持鲜花灵慧 迎接着诸天万界的天之骄子 见过芝芝魔王 下一刻 一个红发紫眸的魔女飘飞起来 向着黑山女子 盐盈一拜 这个家伙 竟然想偷懒溜走 你且好好管教责罚他 不然 我定当禀报 红云魔皇 让你跟着这个家伙 灰飞烟灭 黑山女子随手一甩 将路前 抛到红发魔女面前 冷冷训斥道 是 红发魔女文言 顿时吓得浑身一抖 脸色苍白 随后 黑山女子一勾手指 将那道红光收了回去 吓着仙气 宛如仙女下凡一般 飘然而去 但路前感觉到 这人的神念 还留了一缕 在自己身上 一旦自己想要开溜 恐怕真正的雷霆杀招 就会从天而降 你 跟我来 这时 红发魔女脸色易冷 恨恨到 魔祖昭旭 是何等浩大的盛事 你竟然如此懈怠 若是平时 我早已经废了你的修为 将万般酷刑 施展在你身上 让你生不如死 不过 现在用人要紧 且让你一条小命 还不穿上 名誉山弟子的服饰 快去招待客人 我没有弟子服饰 路前愣了一下 脸上恰如其分地露出一丝恐惧 连服饰都丢了 简直胆大包天 拿去 带到朝旭结束 自行前来领罪 红发魔女冷哼一声 甩来一套魔兵衣裳 谢过大人路前拱手道谢 将魔兵一套 然后直接走进宫殿里 宽敞明亮的宫殿之中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张摆满穷江玉露 鲜果灵茶的玉桌 玉桌之上 还摆着一块块的金字玉制名牌 灵界 龙界 婆娑界 佛界 妖界 巫界 长生界 竟然真的是万界昭叙 路前不禁微微一叹 目光扫过长生界那桌 发现仙灵城的几个天才 已经入座 还有一个熟悉的人 风渊 这家伙竟然也来了 但更让路前惊讶的是 在风渊身旁坐着的人 一身白衫 曲起一只脚 坐在一个莲花玉座上 手里正熟练地从腰间布袋 掏出一团褐红色的草丝 碾成一团 塞到左手一根尺 许于长的玉纸 长拐圆孔里 然后 一个响指 匆匆玉纸间 火星浮现 开始吞云吐雾 这不是抽烟喝酒好女孩 选女于之秋吗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于之秋出现了 白苏苏肯定也在这附近 果不其然 路前目光四下扫射 发现在妖界的那一张长桌上 显入白狐本体的白苏苏 正闭着双眸 满脸舒服满足地 躺在一个长着九条穴尾的 火女子怀里 一边采奶 一边发出音音音的欢快叫声 她们怎么跑过来的 路前暗暗惊疑 耳朵竖起 将殿中的猪斑声音收进耳中 那些就是龙界 传承先天真灵 祖龙血脉的真龙吗 原来世上真的存在着祖龙异族 这次是大开眼界了 婆娑界的妖怪 才是让人大开眼界 一鸟 昆蓬 碧芳 金屋 这些都是传说中的妖怪啊 诸天万界 没想到 仙庭崩灭之后 竟然真的画出了诸天万界 则 则 依老夫来看 诸天万界 万族灵力 龙界龙族当为最强异族 魔界崇尚强者 看来 那位莲华魔女 会则龙族尊龙为戏 我们也只是陪太子读书 走一套而已 嘿嘿嘿 路论最强 当然是长生界的那个路前 太古神灭炮在手 以原始魔气催动 谁能挡他一炮 那个路前真的是原始大帝转世吗 他会杀死灵谷魔皇 不一会儿话题就歪到路前身上 路前神色不变 继续在宫殿之中溜达 走向白苏苏 想问一下 长生界有没有什么变故 他们又怎么会跑来这里 这殿中大能无数 传音有可能泄露 还是直接去找方便一些 他也想去直接找 选女鱼之秋的 可惜 长生界那桌 受到的关注目光太多了 貌然过去太过明显 很快 路前走到幽界那桌面前 在长长玉桌后面 坐着一尊胡尔九尾女子 还有一个九头狮子 一尊长鼻银像 最吓人的 当属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浑身穿在金光灿灿的铠甲 手握一根蝉龙流金棍 双眸透射金光 仿佛要射破空间一般 气势威武无比 他光是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破杀一切 无可匹敌的感觉 这四个非人的妖怪 绝不是下界的 很显然 是仙界降临下来 给妖界撑场的 因此 妖界的天之骄子 都站在他们的身后 乖巧如鸿唇 唯有得宠的白苏苏 躺在胡尔尼子怀里 尽情撒娇 路前一走过去 八道目光扫射过来 立刻感觉到 强大无边的妖威 如同苍穹大海 铺天盖地压了下来 这等神威 起码是先皇级别的存在 你这小小魔神过来作甚 这里不需要你服侍 这时 九尾火尔的白衣女子 微微蹭眉道 似乎有些厌恶 路前身上的魔气 以她这等通天修为 一眼就看出 路前是特意溜达过来的 路前拱拱手 掏出一只金玉毛笔 拱手问道 是魔王大人 吩咐小的过来 询问一下 几位可还有什么吩咐 疑 几乎在同一时间 白苏苏和另一边的 鱼之秋双眸一亮 惊疑出生 这只笔 是人先设立子炼成的笔 生花妙笔 之前 路前把这只笔 以一百元时的价格 卖给了鱼之秋 后来鱼之秋又还给了路前 那么这个家伙 就是路前 没有了 你走吧 这时 那位九尾胡尔的女子 淡淡挥了挥手 是 路前收起生花妙笔 攻身而退 白苏苏和鱼之秋相视一眼 魔中闪着一样光芒 都不动声色 该撒娇卖萌的撒娇卖萌 该继续抽烟喝酒的 只不过 那个九尾胡尔的仙皇女子 看出了一丝一样 笑问道 苏苏 这个魔神是你认识的吗 嗯 她 她是一个大好人 白苏苏笑眸如月牙 哦 仙皇女子不由地生出一丝兴趣 一个魔剑魔神 居然是一个大好人 还真是稀奇 那么 她有多好呢 稀稀稀 白苏苏眸中浮现一丝娇妹 抬起自己的两只爪子 开始掰着竖起来 她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好当 我能给她生五 六 七十 我小狐狸仔仔 此话一出 仙皇女子 眸光闪过一丝异样 盯在路前的背影 越看 怎么觉得越是熟悉 好像是一个叫做 原始的死鬼的背影 是错觉吗 第零八百四十三章 仙庭的人到了 那个九尾虎尔仙皇 怎么老盯着自己 路前转身离去 感觉到背上有一道目光 心中嘀咕了一下 念头一转 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别的魔神 干起端茶送水的杂事 很快 那道目光收回去了 路前暗松了一口气 忽然之间 一个转身 她就迎上玄女于知秋玩味的目光 眼神之中 仿佛在说 陛下 你在这魔界玩得挺开心啊 居然混进了明玉山 这目非是家丁与小姐夫人的套路 看来 明玉山的莲华魔女 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 甚至 红沙魔族也被你拿下了 这家伙怎么还是这么不正经 路前翻了一个白眼 朝她眨了眨眼 长生界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你们怎么也跑来魔界了 没事 长生界好得很 我和苏苏来魔界 是风渊邀请的 她说会有一场大戏坎 我们就来凑热闹了 玄女借着烟雾 朝路前眨眼 传递消息 简直是不怕死啊 路前眉头一挑 神色微微肃然 这里边的事很复杂 关乎仙庭魔界 第九位先帝之争 等下打起来 你们立刻退避 好的鱼之秋一看 朝她眨了眨眼眸 这时坐在她身旁的风渊 似乎察觉到什么 转头望向鱼之秋 顺着她的目光一看 就见到在一身 黑色魔神服饰的路前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咦 这个家伙怎么那么像路前 再看看路前的手指 并没有万劫情思 疑心顿时散去 而路前也感觉到风渊的异样 转身离去 还好之前已经收起万劫情思 不然 这时候估计会被认出来 更何况 这场中大能一堆 说不定也有人认出万劫情思 正想着 宫殿大门突然走进一群 气势非凡的人 围首一人身穿金甲 高大魁梧 手持一杆三丈长的火尖枪 单凤梅 目光如火如电射人 路前回头一看 不由的脸色微变 这人有点熟 再细细打浪几眼 不就是混沌天帝座 前三神将之一的火地真君 之前 此人化作火焰天神 欲将自己斩首在长生界 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火地真君一出现 整座宫殿 好似多了一团烈日 立刻热浪滚滚 所有人 都感觉到一股神魂被火焰灼烧 即将融化的感觉 众人皆是脸色一变 火地真君 这里是鸣玉山 你在这么嚣张 肆无忌惮 等下红沙模组过来 看到你将他的宫殿 烤得跟轰炉一样 估计会一掌把你打死 到时候 混沌天帝也就不了你 这时 在宫殿的前方 那一张妖界的玉桌后 长臂银相的妖黄 放下手中酒碗 冷冷撇来 原来是你这头大象 难怪如此无礼 竟敢直呼天帝之名 哼 不如你我在这过两招 给那位红沙模组助助醒 火地真君 傲气冲天 手一抬 长枪直指 长笔影像 好胆 且让我来会会你 看看你有什么长进没有 忽然 伴随着一声朗喝 那尊金甲元侯猛地派桌而起 身形一闪 手中刘金文龙棍 犹如长枪四出 直指点向火地真君面旁 那等浩瀚无敌的战役 冲天而起 仿佛要将整个魔界的顶穿 战天斗地大圣元 火地真君脸色微变 长枪一辽 滑出一个半壶 同样点刺出去 狠狠扎向金甲元侯的胸膛 这两尊仙皇 一枪一棍 招式看似简单 但招式变化之前 似乎有意外法则生生灭灭 到近五道真地 眼见着大圣就要爆发 千君一发 一个女扮男装 英俊飘逸的白山少年浮现 隔在二人中间 身后猛地长出千只臂膀 或抓 或轰 或钩 或缠 招式千变万化 打在一枪一棍上 叮 叮 先后两声轻响 火尖枪和刘金文龙棍 微微颤抖一下 收了回去 二位 这里是明玉山白山俊美少年 神色淡冷 瞥了一眼金甲元侯 还有火地真君 这人赫然是莲华魔女的大姐 红于魔皇 不愧是魔祖之女 金甲元侯赞叹一声 转身顺闪一下 回到妖界的玉桌后 火地真君双眸微微一眯 刚才的过招 他输了那只猴子半招 输了红于魔皇一招 真打起来 估计不是二人对手 仙庭的桌子 在那边 坐吧 这时 红于魔皇随手一指 淡淡说道 火地真君循着他的手指一看 眉头当即皱起 声音透出几分韵怒 我仙庭的位置 静在角落里 红沙魔祖就这么看不起仙庭吗 仙庭的桌子 在靠近大殿的右上角 并不是正宗 最正宗的是龙界的桌子 一字排开 给足了排面 这让龙界的几尊真龙 很是满意 但对于仙庭来说 这肯定是一种羞辱 有好戏看了 万众瞩目之下 红于魔皇但冷道 混沌天地 只不过是仙庭五帝之一 论资历 他并不是仙庭真灵 坐得靠边一些 有何不妥 再说了 这里是明玉山 你有意见吗 强横 霸道 此话一出 火地真君 还有他身后的一众仙人 面露愈怒之色 似乎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哼 火地真君一抬手 阻止身后的仙人 冷道 好 既然红沙魔祖如此安排 那么就给魔祖一个面子 说吧 领着那群愤愤不平的仙人走了过去 安静坐下 一场争端 无声平息 众人见眉戏看了 也都收敛心思 一边吵着仙庭来的人 一边静静等待着张旭开始 仙庭来的人也不少 有十多个仙人 男女皆有 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白袍黑发 目如星辰的青年公子 身上气息竟犹如一片混沌一般 深不可测 这人显然是修炼了混沌天地的真传先诀 还有一个女子 一袭白衣 人如冰 冷如雪 一副双人墨镜的模样 但是 在她的身上 流淌着丝丝五彩华光 凝聚溃散之间 形成一尊尊五彩华盖 尊贵非凡 路前看了几眼 就收回目光 因为 那个红鱼魔皇一步踏出 人便来到了她的面前 居高临下打亮几眼 冷声喝问道 你是何人 竟敢冒充我名玉山的魔神弟子 强大的魔威 猛得镇压下来 见此一变 白苏苏和鱼之秋 猛的神色一变 终究还是被认出来了 路前倒不惊慌 一拱手 淡定答道 我是酒馆老板娘派过来的 准备过来帮她看下热闹老板娘 红鱼魔皇弄了一下 忽然想起了什么 狐疑的目光 在路前身上打亮几圈 既然如此 你且自作一桌吧 谢过魔皇大人 路前拱手道谢 便自顾自的 在角落里坐了下来 暗自松了一口气 果然 梦里莎在魔界还是有些地位的 哪知道 刚一坐下 一头白鹿不知从哪窜了出来 一双乌黑大眼 死死盯着路前 仿佛盯着世上最珍贵的宝物 是原路魔皇 路前脸色微变 嘿嘿 你不用怕 我不会将你的身份暴露出去的白鹿眨了眨眼 某种笑容很是猥琐 还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真的是原始大帝的转世 不过 看你的样子 似乎还没有找到前世记忆 要不要我帮忙 哦 怎么帮 路前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随口问道 好简单的 我利用魔道秘术 帮你进入轮回之中 有七成的几率 让你找回前世记忆 白鹿的眸光有些兴奋 甚至是迫不及待 那还有三成呢 路前问道 不是死了就是傻了呗 不过你是原始大帝 就算是死了 再转一世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碍 要不 我们马上开始 白鹿跃跃跃试 呵呵 路前回了他两个字 朝盯着自己的鱼之秋 白苏苏点点头 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你真的不想找回前世记忆吗 这时 白鹿又诱惑道 你乃是原始 先庭五帝之一 神通无边 更厉害的 是你勾搭女子的手段 传说之中 三界之内 不出百里 定有你的老情人 看 那个九尾胡尔的妖皇 也是你的老情人之一 你一旦恢复记忆 那么 你就能抱着他们的大腿 一飞冲天了 路前无话可说 全当没有听见 一个梦里沙都这么难搞 再多几个 那个原始没有转世还好 如果转世了 修为暴跌 一旦现身 估计还没被混沌天地杀死 就被他的那堆老情人先打死了 就在白鹿叠叠不休之时 那位消失的红云魔皇再度出现 浮在半空冷冷道出一句话 人到齐了 朝绪开始 第零八百四十四章 棋盘厮杀 声音落下 阵阵鲜乐飘起 在大殿的正前方 丝丝红光浮现 凝结成一尊精美华柜 镶满宝玉其实的珊瑚床 床上 有一个红纱女子 盖着一张七彩凤毯 似乎在沉睡之中 此女正是红纱模组 殿内众人顿时屏住呼吸 神色皆是一领 娘开始了红云魔皇飘落下来 在珊瑚床边拱手轻声道 伴随着一声阴影 红纱女子睁开双眸 无比慵懒地翻了一个身 然后坐直身子 这个朝绪开场 看得人一愣一愣的 全场的人都惊呆了 被这么多人盯着 她似乎没有半点尴尬 双眼惺忪 问道 莲华呢 这孩子怎么还不出来 她害羞 红云魔皇轻声答道 这小屁孩子还会害羞 红纱模组愣了一下 随后 目光环扫全场 还行吧 今天来的人也不少 不过 七大魔皇怎么只来了一头白鹿 其他的都没有来 是不给我面子吗 嘿嘿 原鹿魔皇在此 拜见红纱魔祖 话音还没落下 白鹿一下子蹦了出去 落在珊瑚床之前 化作了一个五岁大的白衣质童 鹅头长着两只紫金鹿角 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 你这头鹿 还算实相 红纱魔祖颇为满意的点点头 这时 一旁的红云魔皇拱手柄报道 娘 其他六尊魔皇 或是闭关 或是被血河魔祖 梦魇魔祖邀请去了 不能前来哼 借口 红鱼 你现在去找他们过来 如果他们不来 我直接烧了他们的洞府宫殿 再拿他们的骨头 去一座新的洞府宫殿 还给他们 红纱魔祖冷声哼道 是 女儿这边去 红鱼魔皇一拱手 转身直接顿入虚空 目睹这一幕 在场之人无不备震慑一下 这位魔祖确实够凶够霸道 下一刻 红纱魔祖扣了一下脚趾 打了一个哈欠 既然人还没骑 那么 我们就玩点小游戏 住住心好了 此话一出 众人神色一领 敢问红纱魔祖 这游戏不会死人吧 宫殿左前方 腰界的那位九尾狐 耳仙黄醋梅问道 放心 你们都是我从诸天万界 招来的天之骄子 不会随意让你们死的 而且 还会给你们一些好处呢 红纱魔祖随意答道 说着 一幅玉手 哗啦啦的 一大堆古书秘籍 神秘图卷 还有诸多杂物掉落出来 在珊瑚床前堆起一杖来膏 宝光灿灿 闪耀刺眼 众人定眼望去 顿时响起一片惊呼 这不是龙族至宝 赵龙角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是无上宝物 皇帝的黄泉图 传闻 黄泉图之中 记载着轮回之秘 还藏着腐化一切的 无量皇泉名水 妖神石 这是妖神石 可以激发真灵血脉的妖神石 温弥陀佛 非空非色非响的佛陀水粒子 原来一直在魔祖手中 今日重现天日 我佛慈悲啊 那可是乌魂血域 好大颗 乌煞长老 一定要将这颗血域带回乌界 还有那幅图卷 莫非是姚池圣女 玉池泡澡图 都别跟我抢 我要拿回家好好鉴赏鉴赏 纵使在场之人 都是诸天万界的天之骄子 见多识广 但是 眼前的这堆宝物 着实太过惊人 让人震撼 路前也不禁微微震惊 默念一声 宝物扫描 刷一点侠义纸扣掉 无形波动 从他身上散发出去 立刻 一行行的金字 在眸中飞速刷过 大须弥神拳 把布天龙图 黄泉图卷 摇神石 诸多宝物映入眼中 让他大开眼界 下一刻 路前瞳孔一缩 目光定在宝物堆下边的一张金书玉缺 熟悉无比 天书残篇之一 这绝对是天书残篇之一 应该是记载着地朝晋升仙朝的那一张 路前忍不住动心了 这时红纱魔祖身子半躺 玉手托着脑袋 随手一挥 嗡的一下 宫殿上空突然垂落下来一块巨大的青石 四四方方 纵横交错 雕刻着道道金线 中间还有一处空白 竟然是一座棋盘 轰隆隆隆 在众人的好奇目光注视下 棋盘山浮现出一尊尊一丈余高的白石雕像 车马炮 视像足 皆是晶莹发光 雕刻的栩栩余生 活灵活现 这是一座棋盘 黑白敌我不分 任意厮杀 以钢气和一滴真血驱动上面的雕像 随意行走 只不过车走直 像走田 视走鞋 不能变 只要将他人的棋子击败出场 就能获得一样宝物 任意挑选 只要存活到最后 我还会给他一份神秘宝物 绝对不会让他吃亏 红纱魔祖一招手 立刻有一个魔女 捧着一盘清脆葡萄籽到他嘴边 一边吃 一边慢悠悠道 众人一听 神色各异 很显然 这是真刀真枪的沙场 虽然只是以权益和钢气催动 但权益是精气神 一旦被打崩 以后恐怕会出现心魔 去吧 丁秋 你是天地真传 不可辱了天地之名 就在这时 一道雄魂有力的声音响起 是火地真君 遵命 那个目如星辰的白袍青年公子点点头 下一刻 眉心之中 金色血液飞出 裹着一股庞大磅礴的权益钢气 轰然冲出 灌注到青石上的一座石雕内 那石雕立刻活了过来 化作白袍青年公子的模样 他选择的是江 谁来与我一战 青年公子木戴奥义 环扫整座宫殿 去吧 腰界的桌后 那个长鼻银像的先皇目光冰冷 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是 话音刚落 一尊魂体金黄 无比强横的银发大汉拱手英式 然后 一滴蕴藏着惊人钢气的银色血珠 如一只破天利剑 透体而出 轰然降落到青石棋盘之中 他选择的是讲身边的事 你虽然是太古大鹏血脉 不过 你还没飞升仙庭 不是我的对手 下去吧 青年公子淡淡道 试过才知 银发大汉毫不畏惧 浑身战意直冲云香 既然如此 那么你下去吧 青年公子说完 猛的一拳轰打出去 这一拳 迅猛无比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宇宙深处 喷射出来的一颗星辰 有一种催枯拉朽 冲毁一切的恐怖力量 来得好 银发大汉冷哼一声 双掌轰出 犹如大鹏转翅 急射出去 披向青年公子的面庞 竟是同归于尽 玉石剧焚的打法 气势威力 竟然也是丝毫不逊色 原来你已经度过千重天节 难怪有底气 好 且让我看看东方天帝 大鹏仙黄的血脉子嗣 有多厉害青年公子神色不变道 话落 拳头 双掌都轰在对方身上 爆出巨大的震响 一圈圈震荡波 从二人身上激烈扩散出去 横扫整座青石棋盘 下一刻 二人全掌交接 竟是疯狂对轰起来 在二人的本体之上 钢器从头顶天元 撬喷有而出 如同一道长虹 灌注在棋盘雕像之内 支撑着雕像分身厮杀 场面衣食陷入胶着 霉飞声竟然也能不落下风 妖界妖族真是妖孽 仙庭的丁丘虽然是真正的金仙 体内有金仙法则 不过 那尊妖界大鹏的天才 也度过千重天节 再配合血脉 打个旗鼓相当也差不多 能度过千重天节 简直匪一所思 场中大能不少 一眼看穿二人的境界 实力 纷纷点频道 才千重天节 陛下都已经一万重天节了 躺在九尾胡尔女子怀里 白苏苏撇了撇嘴 兴致缺缺 目光一转 望向路前那边 虚路前朝 他做了一个口形 嘻嘻嘻 陛下 你不上去吗 白苏苏朝路 前眨了眨眼 陛下肯定上去的这时 另一边鱼之丘的目光 插了进来 肃然道 而且 我知道陛下会选什么 哦 选什么 选帅吗 白苏苏用爪子挠了挠脸 想了想 双眸一亮 不 鱼之丘的眸光变得深邃 仿佛看透了一切 以陛下走到哪日到哪的性子 我觉得 陛下肯定选马 蔑视君威 回去致你一个不敬之罪 路前瞪了这家伙一眼 玄女妩媚眨眸 一拉左臂衣裳 露出雪白玉尖 仿佛在说 快点来呀我的陛下 龙界的真龙 可敢一战 巫族密屋 好 小僧也来陪几位施主切磋一下武技吧 下一刻 一道道强横气息冲体而出 投入到半空的青石棋盘之中 激活雕像分身 开始厮杀起来 场面很是热闹 精彩绝伦 可以看得出 上场的人都有几分实力 至少是天仙修为 手上的仙兵也不可小觑 打斗也很卖力 原因也很简单 一是为了中夺宝物 二是为了出名 三是为了给自家争脸面 路前并不急着上去 而是专心看着打斗 正看着 宫殿大门突然走进一个身披黑场 金甲的巨型骷髅 空洞眼眶中 双眸惊火闪烁 那根根骨头 晶莹如玉 没有一丝的杂质 散发着不朽不灭的强大气息 这正是灵谷魔皇 也称作灵谷魔皇 第0845章那 它就是路前 灵谷魔皇的出现 让在场众人皆是一阵 算起来 这尊魔皇也算是魔界大能之一 实力惊人 甚至有可能突破到魔祖境界 见过红沙魔祖灵谷魔皇拱手一败 看上去 虽然是个骨头架子 但是举手投足之间 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的声韵感 声音也透着一股霸道赫赫的无尽威严 坐把珊瑚床上 红沙魔祖抬了抬眼 随手一指 神态慵懒无比 当即 有魔女上前 在大殿正中放下玉桌玉椅 多谢魔祖灵谷魔皇眸光金火闪烁一下 沉声道谢 龙行虎步走出 刹那之间 路前感觉到一道强横如山月的意识 在自己身上扫锅 仿佛冻穿肉身一般 这家伙在找人 很显然 他是找自己 准备报杀子之仇 果不其然 灵谷魔皇一甩身上的黑金大巢 刚刚坐下 瑞丽目光扫向长生界的众人 一一扫锅 并没有找到路前 于是 他也毫不畏惧 冷声问道 听闻魔祖招来的女婿之中 有一人是长生界的绝世天才 修炼的是原始魔精 实力已是天仙境界 还手握太古神灭炮 不知此人是否在此 此话一出 当即引起全场注意 红沙魔祖头也不转 吃着身旁魔女递来的青葡萄 盯着青石棋盘上的战斗 慢悠悠道 那个路前 确实在这里顿时 众人连打斗都不看了 左顾右盼 都想找出路前来 灵谷魔皇听了 魔中金火猛的大量 声音沉下来 透着几分杀鸡 那么他在哪里 你猜 红沙魔祖转眸 朝灵谷魔皇 狡黠一笑 灵谷魔皇浑身杀鸡一致 众人也是一愣 难道这位红沙魔祖 要庇护那个路前不成 这时 红沙魔祖笑道 人还没骑 灵谷你也不用着急 等魔皇到齐了 我自会告诉你 那个路前在哪里 以及 那道月圆是怎么回事 现在 给我乖乖地坐着 不然 小心我一脚 把你踹到 血河魔祖的血河力好 灵谷魔皇眸中 火焰闪烁了一下 气势一收 盯着半空侵蚀 棋盘上的战斗 呼 见此 白苏苏和鱼之秋都暗松了一口气 不经意间瞄了路前一眼 发现路前神色淡定 坐在角落里 一脸淫淡风轻 悠哉悠哉地喝着酒 似乎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不愧是陛下 二人心中赞叹一声 这时 路前确实没有半点惊具 专心致志地盯着棋盘的战斗 体会感悟着着那几位天之骄子的战斗招式 暗暗融会贯通 在三年内 他已经借机收录了整个正义道盟的武功秘籍 长生界一大半的天阶神功都记在脑海里 可谓是大武学家 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 博才众家之常 看看能不能融合出一门适合自己的绝世神功 至于那个灵谷魔皇 在红沙魔祖眼皮底下 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 轰轰轰 此时 在青石棋盘中 那个目如星辰的仙庭金仙 丁秋 拳法强悍 一拳轰出 大有世界破灭 混沌重开之力 气势害人 这个魁梧大汉 刚气雄魂无比 凝结成一只大鹏 每一招每一式 都有大鹏撕裂天地的力量 二人对轰之间 震得四周棋盘剧烈震荡 金光暴闪 阴暴连连 其他的天之骄子在抓队厮杀 都受到了影响 连忙运起护体神功抵挡攻击余波 下去吧 等你炼成金仙再来 接我一招 混沌神拳 忽然之间 丁秋轻和一生 浑身气势一变 四周空间咔咔咔地坍塌 冲出一片灰色混沌气流 在刹那之间 演化成一尊混沌神灵 猛的缩小 附在拳头之上 直轰而出 这一拳迅猛无比 洞穿宇宙 催枯拉朽般 破开魁梧大汉的双掌 轰在熏堂之上 砰 一声震响 魁梧大汉被直接打爆 所有刚气 连同那一滴真血 都被拳头上的 混沌破灭之力撕裂 搅毁 一丝也不复存在 身形也变成了 一座式的雕像 下一刻 雕像上裂痕浮现 如珠网般遍布全场 一阵飓风吹来 化作鸡粉 彻底消散 腰界的大汗败了 他的本体 也脸色瞬间苍白 嘴边涌出一丝金色鲜血 这时 那一尊长鼻银像腰黄开口了 深深看来了丁秋一眼 好一招混沌神拳 我们认输 承认了那个丁秋神色淡然 回了三个字 目光环扫全场 还有谁来挑战 我来 话音刚落 龙界的玉桌后 站起一个双瞳金黄 白衣黑靴的翩翩少年 满脸傲义 这人身上的龙威很是浓郁 光是站在那里 摇摇看一眼 都感觉到 沿着血脉上天生的压制 祖龙血脉 而且 也是骑马度过千重天节的妖孽人物 原来是身怀祖龙血脉 难怪有胆气敢挑战我 来吧 丁秋神色不变 一弹纸 又一滴真血飞出 裹着强横血气 加持在棋盘上那一座浆的雕像中 来便来 怕你不成 偏偏少年一抬手 毛孔渗出一滴鲜红血珠 飞射而出 打在棋盘上车的雕像上 顿时 雕像幻化作人形 如炮弹般直冲而出 他的招式没有章法 就是一个字 莽 一冲出去 就是狂风骤雨般的急功 拳 掌 直 肘 踢 每一招都是干脆利落 杀人夺命 并且 还带着雷电水火 风雨冰霜 这就是祖龙血脉的天赋神通 衣食之间 丁秋忙于防守 时不时地反攻一招 却被龙族少年身上突然浮现出来的龙灵 强行抵挡 这就是祖龙血脉的龙灵防御吗 路前看着 暗暗点头 他修炼的不死精 有一层龙灵防御 金刚不坏 水火不清 但效果还不及眼前 这个龙族少年的一半 看来 有机会得找到一滴祖龙之血 重新修炼一下 小子 你真的不上去吗 这时候 一个五岁大的白衣志童跳了过来 趴在路前的桌边 眨着大大眼珠问道 他额头长着两只紫金鹿角 在说话之时 还会盈盈发光 看起来人畜无害 还有点可爱 但这家伙是原路 是七大魔皇之一 路前心中一领 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平静道 那个丁秋确实是个劲敌 现在还不是上去的时候 怕什么 莫非白鹿魔皇 嘿嘿一笑 你在老板娘那里住了三天 被直接榨干了 不过也难怪 老板娘在魔界等了你那么多年 现在夫妻重逢 犹如金风玉露 天雷沟地火 导致大坝决堤 山洪倾泻 银河泻九天 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哎 我这里有仙丹灵药 要不要来一颗补补 免费的谢谢 我会把这句话付述给老板娘的 路前面无表情答道 白鹿魔皇一听 脸上挪欲笑意顿时一将 转头一看 哎呀 痴惜魔皇 源于魔皇来了 他们是我的老熟人 我去找他们聊会 这时 门口走进两尊 身穿华丽锦袍 高大威猛的中年男子 一人白面无须 头长白膝脚 一人鼻子弯钩 目光阴致凶狠 身上的魔威都是魔皇级别 见过红纱魔祖二人一进来 同样先向珊瑚床上的 红纱魔祖拱手行礼 坐吧 位置都给你们备好了 红纱魔祖饶有兴趣的 看着轻石棋盘上的战斗 头也不回到 两尊魔皇也没有在意 拱拱手就坐到 灵谷魔皇的旁边 目光交接之间 似乎在精神交流 随后 白鹿跳了过去 跟两人攀谈起来 看得出来 这两人也是抗拒 甚至有点忌惮白鹿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但也不敢翻脸赶人 没过十个呼吸 又有三尊魔皇进来了 一个身穿白袍的矮小老玉 发似千年树根 双眸浑白一片 没有瞳孔 是妖老魔皇 中间那个竟是一个身体精一的光头 无眼无鼻 无口无耳 是七大魔皇之中的无相魔皇 最后一个 是个老学究室的白发老者 颇为瘦靴 骑着一只 猙獰凶狠的血虎进来 手里处着一根黑铁拐杖 再仔细看一眼 他没有双脚 肉身是直接连在血虎背上的 人虎一体 正是七大魔皇之中的 铁拐虎魔皇 白鹿 铃骨 痴兮 鱒鱼 妖老 无相 铁拐虎 七尊魔皇终于到齐了 没有半点游移 铃骨魔皇猛地站起来 杀气腾腾问道 敢问魔祖大人 哪个路前 到底 在 哪 这时 大殿又上脚的火地真君 双眸喷出屡屡火焰 巧了 我也在找那个路前 还请魔祖告知 大殿突然一静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 那么 我就告诉你们 他就在下一刻 红沙魔祖笑了笑 抬起匆匆玉手 指着场中一张玉珠 开始缓缓横移 众人随着他的手掌 目光掠过场中的一张张玉珠 仙庭 龙戒 佛戒 长生戒 乌戒 妖戒也掠过了路前 看到那根玉纸掠过自己 路前微微皱着的眉头一松 只不过 还没等他一颗心放下 那根雪白手指 猛地转了回来 指着角落里的他 笑眯眯地吐出三个字 那 他就是路前 第零八百四十六章 又见六道魔地 红沙魔祖的声音落下 刹那之间 万道锐利目光 如利剑穿心般 扎在路前身上 汹涌澎湃的杀鸡 如山如海 随之而来 灵谷魔皇站起来了 双眸火焰刷的一下 变成血红色 无边杀意 铺天盖地 笼罩在路前身上 另一边 角落里的火地真君 魔光如火 如枪 炙烈地仿佛要当场融化路前 哎 怎么 你们想在我眼皮下动手吗 这时 红沙魔祖在玲珑玉族间扣了一下 眉头微醋 清脆的声音 犹如一道无形音波 横扫而出 将一切杀鸡 威压 目光 都泯灭消除 路前浑身一松 压力顿时散尽 还是暴露了 不过 路前也没在意 万众瞩目之下 站了起来 身上黑光一闪 已经换上一身玄黑龙袍 身形一闪 出现在长生界的玉桌前 不用他吩咐 风鸢等人退开一旁 自动将主位让了出来 路前大马惊叨地坐下去 目光辟匿傲然 直视着诸天万界的大能天才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躺在九尾胡尔女子怀里的白苏苏一跃回来 落到路前的脚边 娇声道 没错 他就是长生界之王 正一道蒙蒙主 大前皇朝陛下 玄黄宗掌门 独断万界的第一妖孽天才 天狐一族的侍主 九千亿少年的梦中情郎 天结毁灭者的路前 敖屋 全场一片寂静 路前眉头冲了一下 低头看着脚边的白苏苏 白苏苏愣住 养着一双蓝宝石般的双毛 疑惑道 哎 陛下 这句话是云罗姐姐特意嘱咐我 要帮你说出来的 说这样会气势更加凶猛 能够震慑住别人 吓死他们 哦 原来是云罗 路前点点头 笑道 你说的没错 只不过 最后别吼那一嗓子更好了 我那是情不自禁 白苏苏脸蛋羞红 再也说不下去了 转身一下子钻到玄女怀里 这时 看到路前亲自承认 店中窃窃私语响起 她就是路前 预言之中 杀死灵谷魔皇的那个人 她跟火地真君又有什么仇怨 怎么火地真君要赶着杀她 与我多年的单身经验 这件事绝对跟女人有关 没错了 这个路前手握灵渊天君的太古神灭炮 传闻之中 火地真君与灵渊天君不清不白 肯定是这个路前横刀夺爱 火地真君赶来杀人些很 这家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咦 怎么看不清她的肉身境界 不知多少发眼 嗓射在路前身上 想要将她肉身看穿看透 可惜 都只能看到一片朦胧 小子 你杀本皇之子 今日 你恐怕走不出这个门口了 灵谷魔皇一字一字 每一个字都仿如尸山穴海般 杀戮无边 话音刚落 角落里的火地真君冷冰冰道 天帝有令 下界路前犯上作乱 三界追杀 剑枝 斩无射 四 全场皆是暗暗一惊 异样的目光定在路前身上 这家伙究竟干了什么 竟然让混沌天帝发出三界通缉令 难道就是因为修炼了原始魔精 哼 当我不存在 忽然之间 一道冷哼响起 是红沙魔祖开口了 立刻 灵谷魔皇双眸的金火摇晃了一下 火地真君身上的黄金铠甲 咔咔咔的碎裂 二人脸色微变 只能收敛了一下杀意 红沙魔祖冷冷的目光 扫过全场 智力是名誉山 谁敢乱来 就别怪我 送他去轮回 顿时 所有人心中一领 乖乖坐下来 谋中也浮现出几分惊疑 难道这个陆前是红沙魔祖内定的女婿 全场陷入寂静 咟咟 还真是好身微风 陆前 你莫不是真的勾搭上了红沙魔祖的女儿 不然 她怎么会如此袒护你 这时 坐在路前身旁的冯渊 饶有兴趣问道 还没等路前回答 一旁的鱼之秋喝了一口酒 吐出一口烟 温柔一笑 陛下 放心吧 我会与你同生共死 做一对亡命鸳鸯的 不过 在死之前 你能不能让我以你为原型 创作一篇传奇故事 灵感就是刚才下棋的灵感 故事名字也已经想好了 就叫日在魔界 陛下你觉得如何 路前有点欣慰 她的队友怎么都是这种不靠谱的家伙 她到底是怎么认识这几个家伙的 正想着 青石棋盘上猛地传出一阵暴动 混沌大刀 斩破天地 只见那个丁秋清喝一声 四周空间 霹雳啪啦地爆裂 灰色混沌气流如山红般倾泻出来 凝在她的手上 化作一柄一丈长的灰气大刀 一刀劈出 在众人的眼中 仿佛有一道天都神雷 劈开了乌云 又仿佛是开天辟地的辅光 斩破天地 裂分阴阳乾坤 轰 那个龙族少年被一刀正正劈中 浑身龙龄破裂 刚气暴散 连同雕像都被一刀斩成两半 本体也仿佛被劈中一般 浑身一颤 狂吐三斤鲜血 面如精指 气机无比衰弱 显然 被这一刀斩中 神魂也受损了 你们也给我下去 丁秋猛地转身 气势冲天 大刀轮转 朝着棋盘山 其他的天之骄子 狠狠斩出万千刀光 萨萨萨 刀光暴涨 一下闪烁 竟化作百丈破天巨刀 铺天盖地劈斩下来 啊 一个巫族的老者 闷叫一声 附在雕像上的真血钢器当场泯灭 就连本体也受到重创 双眼一翻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蹊跷流血 这一刀 竟然隔空将这个根基不稳的巫族天才 直接斩得魂魄受损 气血崩溃 可见之威猛凶悍 棋盘之上 其他天之骄子 各出奇招 但也抗衡不住 雕像纷纷碎裂 本体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众人见此 巨士点头称赞 好一招混沌破灭刀 这一招 已经无限接近于惊仙中期了 在场的天才 无人能比确实厉害 年纪轻轻 竟然将混沌神拳参悟出如此变化 这家伙 入了仙庭神霄军之后 定能斩路头角 神霄军对抗魔元 不收废物 这个丁丘进去了 估计很快就能声明确起路前文言 微微挑眉 他在意的不是丁丘的实力 而是众人口中的神霄军 还有魔元 以及后边仙庭重立的事情 但是 那位红沙魔祖不急 他也只能静观其变 不错不错 你这刀颇有混沌天地的一丝气势 你刚才击败了十八个天之骄子 你可以挑十八件宝物 这时候 红沙魔祖淡淡点头 指了纸地上的那一堆宝光 魔祖 我还想挑战一人 丁丘神色锐利 百丈余长的混沌大刀一指 瑶瑶对着路前 长生界的路前 原始大地的传人 我要与他一比高低 这句充满挑衅 蔑视的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愣 明白过来 显然 这是火地真君在背后暗中指使的 还没等路前开口 白苏苏愤愤不平的声音响了起来 哼哼 堂堂一个惊仙 居然想要以大欺想 欺负一个人仙 一旁的玄女吐了一口烟 阴阳怪气道 哎呀 我怎么浑身发痒 酥酥 帮我看看 刚才是不是有不要脸的人开口说话了 我一向对没脸的人过敏的事啊 明眼人都看出来 路前还没有飞升 惊仙打人仙 中间隔着好几个大境界 这个丁丘连这句话都说得出来 脸皮还真是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哼这时 灵谷魔皇开口了 森寒目光盯着路前 这小子 身怀太古神灭炮 原始魔器雄魂强横 堪比天仙 又怎么会是人仙 不过 就当他是人仙吧 本皇坐下 有一尊刚刚飞升魔戒的魔神 正好想借此机会 与这个小子乐接一下恩怨 六道 你出来吧 说话之间 一甩手 黑金大厂之下飞出一个戴着猙獰魔神面具 紫发高大的黑袍男子 正是太上魔宗宗主六道魔帝 路前 我们又见面了 六道魔帝的修为 是真仙级别的魔神 但是 同样深不可测 路前微微眯眸 路前 你觉得呢 珊瑚床上的红纱魔祖开口问道 路前站起来 如一座巍峨巨山 拔地而起 顶天立地 吐出八个字 吐鸡娃狗 镇和巨之 第0847章 灵皇枪 路前居然敢应战 这大大出乎众人之外 在场大能无数 一眼都看穿他并没有飞升 境界还只是真仙 虽然刚气寻魂达到天仙境界 但不可能打得过丁丘的 丁丘是惊仙 真正的惊仙 光是招式之中的法则之力 就足以强行镇压路前的任何攻击 更何况 这人修炼的是仙庭一等一的仙爵 至于六道魔帝 他同样不可小觑 灵谷魔皇之道路前的厉害 但同样召他出来 对付路前 定然是有十足的把握 来吧 决一生死这时 六道魔帝腾空飞出 落到青石棋盘之中 成全你 没有半点迟疑 路前龙行虎步 降落在棋盘的另一边 二人隔着百丈棋盘 摇箱对视 竟是要以真身战斗 分个尼死我活 路前 你确定要跟他打吗 珊瑚床上 红砂魔祖只起身来 似乎是提醒了一句 正是路前点点头 转眸看了一眼 棋盘上另一边的丁秋 这位仙人不用着急 等朕料理了这个仇人 很快便与你交手 你很有胆识 如果你不是原始大地传人 我倒可以与你交个朋友 丁秋双眸微眯道 话落 刚气溃散 连同那一柄 灰气混沌大刀 寸寸瓦解 恢复成江的雕像 哼 路前 大敌当前 还敢分心 找死 就在这时 对面的六道魔地 冷哼一声 大手一抬 五指张开 掌心喷涌 海量真魔之气 凝成一道 巨大黑色魔柱 直轰路前面旁 气势之猛烈 威力之强横 足以洞穿亿万星辰 这随手一击 竟然已经达到天仙巅峰 啊 顿时 场中响起了鱼之秋 白苏苏的惊呼 雕虫小技 面对这招凶猛攻击 路前神色不变 抬手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 拳头砸在魔光光柱之上 强大的力道 刚猛无敌 竟是直接将魔光光柱 打得崩裂开来 化作千万块碎片 四下飞散 凝 还没等路前继续追击 六道魔地冷喝一声 一样的变化立刻发生了 那些四下激射的魔光碎片 光芒大放 拉出变化 变成一道道黑色青丝 弹射而出 再刹那之间缠绕在路前的身上 将它五花大宝 借着这个瞬间 六道魔地浑身气势爆发 轰轰轰 整座宫殿猛的剧烈震荡三下 一团巨大无比的紫光 从六道魔地头顶凝出 洞穿亿万重平行虚空 竟是直接将仙庭之门打了出来 然后紫光画作剧长轰在仙庭之门上 哗啦啦啦啦 仙庭之门被直接打开一大半 冲刷下来无数的大道法则 悬傲掀气 如大坝瀑布般灌注进入六道魔地的天原 叫它突破了 真仙巅峰 天仙初七 天仙后七 天仙巅峰 金仙 眨眼之间 六道魔地突破到了金仙初七 强大的威压 犹如台风山洪 席捡大殿的一切 众人皆是微微震惊 这家伙竟然直接突破到金仙 好雄魂的积累 原来如此 竟然修炼了灵谷魔皇的魔云百毒金身法 还给他服用了上古魔丹 难怪会突破到如此猛烈看来 灵谷魔皇为了杀那个路前 是真的花费了不少心血 一些大能看出了底细 脸上闪过一抹异色 那道预言难道是真的 完了完了 陛下完了 这六道魔地突破到金仙 凭陛下的实力 恐怕一下子就要被拍得四分五裂 玄女 我们要冲出去打断战斗吗 长生戒的玉桌后 白苏苏看得一脸着急 玄女双眸明亮 透着锐光 不必担忧 陛下身藏不露 对付一个六道魔地 根本不在话下 你没看到吗 陛下一脸银淡风轻 就跟早上起来 去吃个馄饨一样轻松 等陛下脸色阴沉 好似跑了三个娘子一样凝重时 我们再出去也不吃烹 这时 路前浑身燃起墨黑火焰 将身上的黑色魔丝烧得绷断 融化 最后凝成一尊琉璃火顶 护照全身 惊鲜吗 看着眼前魔气汹涌 气势滔天的大敌 他只是挑了挑眉 路前 你还有什么遗言 此时的六道魔地 圣圈在握 在魔气托福下 飞起半空 居高灵下 笼笼俯视着路前 听闻此言 路前神色微冷 六道魔地 你嘴巴连着直肠吗 话这么多 暗 好胆 六道魔地 子眸一冷 身形闪烁了一下 砰了一下 炸开 刹那之间 滚滚魔气 四下席卷四虐 遮蔽了整座轻石棋盘 路前的身形也被淹没其中 伸手不见五指 下一刻 霹雳啪啦的爆响炸起 连绵不绝 那些魔气 汹涌到路前身上 竟是直接炸开 威力强大无比 炸得路前周身 火顶裂痕满部 五道一个眨眼 要是琉璃堡顶身 爆裂开来 无愧是惊鲜的攻击 竟然连净联夜火的火顶 也能瞬间炸破 紧接着 魔气如同凶猛残暴的情杀 撕咬爆炸在路前周身 震开它的护体刚气 撕撕诡异的毒气 诡异莫测 就要渗入路前体内 久缠不灭金深境的七彩光圈 竟是不能阻挡分毫 这魔气竟然如此凶猛 还带着剧毒 死 在路前护体刚气破灭的瞬间 一只森白魔爪 毫无装照地在路前头顶出现 五指锋利尖锐 直插下来 更惊人的是 在掌心之中 一团魔光剧烈旋转 吸魂射破 这就是金仙的实力吗 很好 很强 不过 这就是你酝酿已久的杀招 它让朕失望了生死之间 路前也连也不抬 浑身皮肤金光一闪 便便做四头八臂 轮起凶猛 就轰向四方 砰砰砰砰砰砰 砰 刹那之间 攻击相撞 二人不知对轰多少招式 剧烈无比的爆炸 伴随着强烈的光芒 暴闪起来 将所有的魔气透穿 恐怖的威力 每一下都能毁灭一个大千世界 一圈圈冲击波 在爆炸中心荡起 猛烈扩散四方 掀起片片阴暴 阵阵飓 空间更是一块块崩碎 被飓风席卷着 在轻石棋盘上 撕裂出一道道百丈长的裂痕 所有的雕像 都这一对轰中泯面 化作鸡粉 金仙 这一招 竟然有金仙的威力 是真正的金仙 你还没有飞升 怎么可能爆发出金仙的钢气 魔气一散 六道魔地凌空而立 紫某紧缩着 死死盯着路前 震惊不已 金仙级别的钢气 在场的天之骄子 仙魔大能也震得呆住了 灵谷魔皇更是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魔中金火满烈闪烁 可见心中也是翻江倒海的震撼 他似乎也没有料到 路前竟然爆发出金仙的钢气 一下子就击溃了六道魔地的杀招 陛下还真是小母牛周游世界 走到哪 牛逼到哪 玄女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发出惊叹 一旁的白苏苏震惊过后 立刻欢呼雀跃起来 陛下威武 陛下万岁 陛下天下无双 嗷嗚嗚嗚嗚嗚 以下界之身 修炼出金仙法力 这家伙 难道真的是原始大地转世 风渊锦皱眉头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匪夷所思到了极点 全场所有人 唯有红沙魔祖 还有那个白鹿魔皇 似乎早有预料 脸上没有半点意外之色 这时 陛前浑身钢气凶芒 如大海巨浪 铺天盖地地压向六道魔地 拿出你最强的一招来吧 不然 你以后就没有机会施展了 嗯 好大的口气 六道魔地闻言 冷哼一声 既然你想死 那本作就送你去见阎王 说话之间 莽得一抬手 掌心之中 浮现出一团蛾黄宝光 宝光一闪而逝 出现在它掌心的 是一根雪白如玉 一丈二尺三寸长的银枪 粗如婴儿手臂 很是朴素 没有任何的花纹 看到这一杆银枪 红沙魔祖 还有其他六尊魔皇 都是脸色微变 灵骨 你将这东西给它 有点过分了吧 红沙魔祖斜了一眼 灵骨魔皇 灵骨魔皇 双眸火焰闪烁 死死盯着路前 杀一森寒赤裸 没有半点遮掩 也没有回答 到了这个时候 他可以一万分的肯定 这个路前 就是预言之中杀死他的人 杀死他 不惜任何代价 路前眉头一挑 宝物扫描一开 银枪的来历 也化作一行金字 清晰地映在他的双眸中 灵黄枪 魔界灵骨魔皇 取自身脊椎 炼制成的长枪 欲含一丝魔原之气 风锐无比 洞穿万物 魔化万物 回收奖励 两亿侠一值 第零八百四十八章 一出场就变成灰 很显然 被灵黄枪扎中 死不死不知道 但肯定会立刻魔化 一旦魔化 会暂时散失心智 到时候 还是会被六道魔地 直接一枪同报 当场去世 魔原之气 这时 要借的那个九尾 火尔女子眸中赏过一抹金色 似乎察觉出什么 脸色顿时显露 忌惮厌恶之色 此话一出 引起一番轩然大波 什么 这银枪之内 竟有魔原之气 这犯规了吧 境界压人不说 竟然还用魔原魔兵 有点过分了哼 果然是魔剑魔头 场中行事一变 所有人 仿佛都站在了 路前这一边 魔原是仙庭大敌 仙庭现存的四大天地 为了对抗魔原的入侵 成立神霄军 将自己的徒子徒孙派出去 与魔原厮杀 不知多少人厮杀在魔原的战场中 也不知多少些人被魔原魔化 沦为丧尸礼制 长相丑陋的怪物 或者直接坠入魔道 因此 在仙庭之中 使用含有魔原之气的仙兵 是大忌 现在六道魔帝招出这一杆长枪 显然是犯了众怒 真君这 仙庭玉桌后 那个目如星辰的青年公子 丁秋皱眉开口 无妨 火地真君神色冷酷 只要杀死这个原始大帝的传人 什么都可以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兵器 丁秋微微皱眉 拱拱手 并没有继续说话 其他的仙庭仙人亦是如此 沉默不语 嘿嘿嘿 灵谷 你这就输不起了 还不如让这两个小辈 真刀真枪的斗一场 反正他们一个是真正的金仙 一个是强横无边 修炼出媲美金仙钢器的天才 厮杀起来 应该是精彩绝伦 倒也能为魔祖招需助助性 就在这时 坐在妖老 无效魔皇中间的白鹿魔皇 嘿嘿笑道 灵谷魔皇冷哼一声 荒谬 生死之敌 当然要全力以赴 区区一件魔原魔兵算得了什么 再说了 这里是魔戒 下毒暗杀偷袭都可以 一件魔原魔兵 白鹿你就坐不住了 这一句话 瞬间将在场之人辩解的话堵了回去 目光望向红沙模组 红沙模组还在抠着脚丫 吃着葡萄 并没有开口 看来 这个路前只能自求多福了 众人望向路前的目光 都透着几分怜惜 只不过 路前神色不变 只是一张口 喷出一团雷霆金光 眨眼之间 就化作一尊青铜花纹巨炮 炮管口水缸般巨大 三丈长的青铜炮身上 雕刻着各种太古雷兽 雷尊神灵 气势亥然 毁灭万物 正是太古神灭炮 嗯 看到太古神灭炮 六道魔地瞳孔一缩 浑身真魔之气 灌注银枪之内 爆喝一声 灵黄一枪 死 嗡 下一刻 灵黄枪一抖 轻轻铲铭 一点寒芒先至 随后枪出如笼 点到路前的眉心处 快到已经突破了时间 这时候 路前的太古神灭炮 才刚刚闪耀起雷光 还没能真正的激发 啊 不好 糟了 陛下快躲 几声惊呼响了起了 这一枪 已经快到了极致 就连泛魔真身 也没能反应过了 几乎在那一瞬间 枪尖刺在泛魔真身上 啪的一声裂响 三头六臂的泛魔真身 竟然好似一个泡沫般 直接爆裂 化作点点金光 飘散四周 眼见着那荧光闪闪的 森寒枪间 就要刺在路前眉心 六道魔地魔中 亮起一丝喜色 灵谷魔皇坐了下来 但是 说时迟那时快 在这生死之间 路前眉心飞出一团 残痘大的绿光 猛地轰撞在枪尖之上 丁一声清脆无比的响声 犹如风铃一般 回旋在众人的耳中 那一根长枪 竟是被那团绿光抵挡住 寸净不得 神奇的一幕 随之发生 绿光猛地大放 一枚玄傲古朴 神秘莫测的清脆浮露 正面是两个古传 背面是一颗太古巨树图案 有一条金龙缠绕在旗上 正是不死神符 在刹那之间 这棵太古巨树活了过来 变换出一棵亭亭滑盖 避脆如玉的巨树 半虚透明 将路前整个人照住 顶开来灵簧枪 同时 片片龙铃 从眉心处延伸开来 一层一层地 覆盖路前全身 双眸也变成金色龙铜 世界之树碎片 祖龙龙铃防御 不死惊 龙界玉措后 一尊龙族大能精益出生 永恒先帝的传承 这家伙不是原始大帝的传人吗 怎么还修炼了永恒大帝的功法 他的世界之树碎片哪来的 本黄找了三千万年 都没有找到一块 这家伙的不死神符 起码炼化了两颗世界之树碎片 我知道了 难怪永恒先帝的道理跟人跑了 他的传人中少有修炼不死惊的 原来修炼之后 绿光照顶 娘子会跟人跑的 在众人的震惊之中 路前没有半点迟疑 大手一抬 无边寻魂的钢器轰然灌注 太古神灭炮之内 一团闪现天仙的赤木雷光 在炮筒深处亮起 庞大无比的毁灭力量 急速孕育而成 呵 惊仙法则 燃烧 洞穿万物 六道魔地脸色一变 咬断舌尖 一口鲜血喷射出 体内真魔之气汹涌 连同所有的惊仙法则 还有一身血气 全部燃烧 化作磅駁无量的元气 统统灌注灵黄枪之内 他竟然要舍弃一身修为 全力催动灵黄枪 是要杀死路前 扑扑扑 得到这一股庞大元气支持 灵黄枪内的大阵魔纹 全力爆发 魔威浩浩 威力猛增 枪尖之上 一点血红深黑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 世间万恶之源 渗透出来 这就是魔源之气 下一刻 长枪往前一捅 扑扑两声 如同利刃扎豆腐一般 灵黄枪轻易无比的 扎穿不死神符 甚至扎穿了那一棵 半透明的世界之树 点刺在眉心的龙铃上 龙铃立刻变成了血红深黑色 犹如一滴墨水 滴进清水里 路前全身的龙铃 都在刹那之间 变成血红黑色 被魔化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脸色微微一变 眼见着银枪就要长驱直入 洞穿路前眉心脑袋 刹那之间 一片银银绿光 从体内渗透出来 散发着强横的生机 演化成一个个神秘大道符纹 抵挡住魔原之气和银枪 然后 无边无际 浩瀚无量的原始魔气 从一万个流光晶体中喷出 排山倒海般 猛地席卷而出 吞噬所有的魔原之气 轰然灌入太古神灭炮中 轰 一声震天裂地的剧名 整个大殿的空间 跟着猛烈颤抖 一团强烈到 无以复加的雷霆金光 闪耀起来 猛地从青铜巨炮内部 喷射出来 无量光 无量雷 无量热 冲涩天地之间 刹那之间 团团雷光炸开 天地崩碎 乾坤阵裂 宇宙毁灭 青石棋盘开始爆炸 四分五裂 巨大的金光爆鸣声中 只有魔皇仙皇以上的大能 才看得清楚 一炮轰击之下 灵魂枪内的种种防御魔阵魔纹 不停轰裂 一道道裂痕开始浮现 遍布枪身枪间 六道魔地更惨 脸上的猙獰魔神面具 直接崩裂开来 化作碎片 在雷光之中融化敏灭 周身的防御神兵 也被炸得片片瓦解 如布条般碎裂 好 凶猛的大炮 六道魔地 缓缓道出六个字 然后 肉身寸寸 湮灭成灰 它的浑身钢气精血 和精鲜法则 早已经燃烧殆尽 自然也没有钢气护体 在巨炮轰炸下 不堪一击 然后 在雷光中彻底化为虚无 行神俱灭 尸骨无存 六道魔地 陨落 嘶嘶嘶嘶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半晌之后 只有丝丝雷弧跳跃 蹦陷在空中 闪烁着雷电火花 路前的身形 也逐渐浮现出来 头顶部死神符 手托太古神灭炮 浑身毫发无损 在它的身前 一杆裂痕满部的银枪漂浮着 枪尖之上 血红黑光一闪一闪 大前的仇 终于爆了一半 路前大手一探 抓住零黄枪 目光聘逆 傲视群鹰 还有谁 想来挨战一炮的 全场寂静 没有人应答 第零八百四十九章 混沌天地的女儿 六道魔地死了 堂堂金线 手握灵黄枪 是在一个下界针仙手里 紧紧一招 这眼前发生的一切 就算是红沙魔祖 也不禁微微震惊 嘴里吃着的青葡萄 掉了出来 龙界 妖界 巫界 佛界 诸天万界的强者大能 天之骄子 巨视目瞪狗呆地 盯着半空中的路前 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眼前发生的一切 无异于一个大罗金仙 直接干掉了天地 这月即击杀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看得人连到心都差点崩溃了 另一边 七大魔皇恶同样震撼 灵谷魔皇看不清脸色 但是 双眸之中剧烈摇曳的惊火 还有浑身散发出来的阴沉气息 都表明他现在很是震惊愤怒 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培养出来的六道魔地 眨眼之间就被一炮轰成了灰 眼前这个路前 究竟是怎么修炼了的 钢气竟然如此寻魂 这简直是突破了三界常理 另一边 仙庭的火地真君死死盯着路前 双眸缩成一道竖线 惊骇失声道 这小子 怎么会这么强 他惊骇的不是路前的修为 区区一个惊线 在他眼里 同样是蝼蚁 但是 一个下界的惊线 这就让他震惊了 路前此子 根基如此雄厚 刚气如此精纯骇人 若是飞升仙庭 那还不是一飞冲天 再加上他修炼的原始魔精 不死精 日后绝对会突破大罗惊仙 不朽不灭 此子不除 定成天地心腹大患 陛下威武 陛下万岁 陛下 我要给你生一百窝狐狸仔 就在这时 一声万分兴奋激动的声音响了起来 长生界的玉桌后 白苏苏欢呼雀跃 万象路前的眸光中满是崇拜 我也一样 风渊脚侠眼眸一转 浅向喊道 一旁的玄女于之秋 阵地高呼 你们都别跟我抢 我屁股大 让我生 让我生 顿时 场上的气氛被破坏殆尽 所有人的目光 盯着这两人一壶 奇奇无语 路前无奈转头 权当不认识他们三个 望向角落里的丁秋 这位仙庭惊仙 你可敢与阵一战 阵倒是很想知道 你在阵的攻击之下 能否撑过三招 战役冲天 霸道无边 丁秋文言 双目莽的一亮 站起身来 就要应战 这时 旁边的火地真君 伸手拦住 冷冰冰的声音 传入耳中 丁秋 他是在击你上场 不要中计 他刚气寻魂 修炼出来的不死精 甚至都能抵挡住 魔源之气的污染 魔化 你的混沌神拳 还没修炼到第十层 破不了他的防御 稍有不慎 就会被太古神灭炮轰重 身受重创 更何况 他现在手握魔源之枪 更是不好对付真君 以我的混沌神拳 不惧他的太古神灭炮 再者 这若是不应战 恐怕有损天地之名 丁秋战意勃发 还是很想打一场 哼 无防火地真君收回手 冷冷瞥了路前一眼 且让他嚣张几日 他终归是要飞升仙庭的 到时候 你在仙庭之中 与他堂堂正正的决一死战 将丢掉的面子拿回来便是 这尊命 丁秋眉头微皱 谋中闪过一丝无奈不甘 坐了下来 这到了仙庭 恐怕就没有堂堂正正的决战了 路前见此 大约也猜到了什么 当然道 看来 混沌天地的人也没有什么胆色吗 听到这句嘲讽 火地真君的人 皆是眉头一皱 脸色有点难看 我来与你一战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声音响起 一个面容清理绝秀的女子 一袭白衣 偏然上场 她神色如冰 面冷如雪 浑身透着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 寒气动人神魂 你是何人 路前细看此女一眼 发现在她的身上 五彩华光流淌 凝结聚散之间 化作一尊尊五彩华盖 很是尊贵 我乃天地之女 灵机白衣女子冷冷道 哦 混沌天地的女儿 路前文言 一挑眉头 这还真是让人意外 灵机公主 此人手握太古神灭炮 魔猿之枪 稍有不慎 便会被魔化 万万不可此时 火地真君神色 无比凝重 劝说道 但是随着这句话传开 众人望向白衣女子的目光 也变得诧异 好奇 混沌天地 有三个女儿 个个都是神秘无比 没想到 其中一个竟然是长这个样子 还挺好看的 实力也不错 已经修炼精先境界 看得出来 比丁秋还要强上几分 好 既然你想与朕一战 朕成全你 而且 不用这杆灵黄枪 这时 路前开口了 手中光芒一闪 便收起了灵黄枪 浑身气势节节攀升 镇压在眼前的灵机身上 鸣叫灵机的冰冷女子 双眸一眯 感觉到路前霸道无比的无敌气势 张手一抓 从虚空中抓出一柄血玉长剑 剑身之绍纹刻着精美的雪花花纹 寒光朔朔 透出一种冰封万物的风寒气息 慢着这时 坐在珊瑚床上的红沙模组 喊了一声 你们两个没必要打了们 我祖此话何意 灵机猛地转头 红沙模组将一颗青葡萄塞入嘴中 一甩手 半空之中立刻浮现出一片水晶 水晶之中 陆前和这位灵机公主开始厮杀起来 一开始 灵机公主身法诡异 幻影万千 似乎在亿万重空间之中都有分身 每一次攻击 亿万分身都展出冰寒见光 持至减缓陆前的速度 甚至陆前的不死神符 连铜身上都凝固出厚厚冰霜 打不到人 落于下风 要不是净连夜火莽裂焚烧 他甚至都要被冻成冰陀 由此可见 他手中那柄仙剑之犀利 不过眨眼之间 陆前招出了事先攻灭神剑 古老神秘的形台浮现 轻易锁定住这位灵机公主 紧接着 星河破钢拳轰然杀出 刚猛无助 破灭万千分身 随后 施展出三头六臂的泛魔真身 如天神下凡 追着灵机公主 穷追猛打 无量印 星河破钢拳 大威天龙拳 太古神灭炮 招招夺命 只打得他招架不住 节节败退 纵使他使出万般手段 最后还是在陆前 一朝星辰为止的攻击之下 被浩瀚如星河的原始魔器 卷压长指 为陆前所擒浮 看到水晶之中发生的一切 灵机公主沉默了 回去吧 你确实不是这个陆前的对手 红沙魔祖一挥手 半空中的水晶怦然碎裂 下次我会迎你的灵机公主 深深看了陆前一眼 转身飘回火地真金深厚 这让仙庭众人 安安松了一口气 也让长生界众人大张脸面 感觉很是开心 皆是一副 约有荣烟的神情 你赢了 红沙魔祖 饶有兴趣地盯着路前 在年轻一辈之中 你确实无敌 不过 你刚才打烂了 我的青石棋盘 你的奖励 我只能消掉了一些了 这堆宝物 你只能挑三件 三件 多谢魔祖 路前一听 也不在意 拱手道谢之后 张手一抓 就从地上那堆宝物中 射出一团宝光 毫无疑问 正是天书残篇 还没等他决定挑什么 耳中便传来了风鸢的声音 路前 看到宝物堆里那块黑色石头 还有那团灰蒙蒙的气体没有 那是五行石和黄泉鸣气 能够极大提升太古神灭炮威力 现在的太古神灭炮 算是夏品仙兵 等容炼这两团天才地宝 就能蜕变晋升成中品仙兵了 可以媲美刚才那个灵机公主的雪花仙剑文言 路前目光一扫 很快就找到目标 略微一思索 他还是选择了这两件提升太古神灭炮的宝物 随后一转身 回到了长生界的浴桌后 陛下 你刚才好英勇神武 好厉害 顿时 白苏苏的彩虹屁吹了起来 拱进路前怀里 一双湛蓝宝玉远眸之中 满是星星的光芒 路前笑了笑 揉搂着怀里的小狐狸 突然之间 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一抬 迎上腰界那桌 九尾胡尔女子一样的目光 他秀眉微醋着 上下打量 似乎想在路前身上 看出一朵花来 路前一看 顿时明白了 这女人估计又将她认作是 那尊原始大帝 好了 祝星的节目已经结束 莲华 你出来吧 这时候 红纱魔族喊了一声 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去 是 娘伴随着一道交瘁声音 宫殿大门 莲华魔女一身黑色拖地 宫群纱衣 佩戴着布瑶金饰 一身滑贵气质 迈着帘布 在侍女的众星拱月下 飘然而入 她来到红纱魔族面前 稍稍躬躬身行礼一拜 随后 又朝自家姐姐红鱼魔皇 还有七尊魔皇 脸刃行礼 正主来了 众人一看 不由地打起精神来 诸贴万戒的天之骄子 也是神色各异 有的是低头喝酒 希望自己别被选上 有的是抬头挺胸 犹如求偶的孔雀 有的漠不关心 只盯着路前 红纱魔族 拉着莲华魔女 坐在珊瑚床上 目光环扫全场 脸上露出几分温柔笑意 你们不用紧张 这次招序很简单 只需要两关测试 便可成为我红纱魔族的女婿 两关测试 众人不禁好奇起来 下一刻 那位女扮男装的红鱼魔皇 上前一步 冷面喝道 第一关 灯九重蕴塔化落 轻轻一幅秀 一道白光飞出 化作一尊玲珑白塔 漂浮在宫殿半空 滴溜溜地旋转着 第零八百五十张 诡异的九重宝塔 九重蕴塔 玲珑白塔一出现 殿中就有人惊呼一声 道出她的来历 随后 那一尊长鼻银像的 妖黄醋眉道 自从仙庭崩灭之后 九重蕴塔就不知所踪 居然是落到魔祖手里了 众人也是微微诧异 这尊九重蕴塔 一直都挂在天庭之门上 几乎所有飞升的仙人 都很眼熟 算是仙庭的标志之一 拥有它 意义非凡 看来 这位红纱魔祖 还真是有点手段啊 正想着 站在珊瑚床前的红鱼魔皇龙朗道 九重蕴塔 观气蕴 看未来境界 诸位想必已经知晓 我妹妹乃是魔祖之女 所嫁夫君 必须是气蕴龙后之人 前途无量 话而言之 起码是个大罗金仙之姿 下边 谁先来一世 众人闻言 皆是眉头微醋 借着这个空道 路前转头望向风渊 这个九重蕴塔 登到几层是大罗金仙 六层 风约目中 透着几丝兴奋光芒 九重蕴塔 前三层是个真仙 都能随便上去 很是轻松 但第三层后 无形压力陡增 每上一步台阶 就是一道屏障 没有足够的气韵 根本是寸步难上 既然九重蕴塔 已经出现 那么 仙庭崇立的传言 看来是真的了 仙庭崇立吗 路前倒没有在意 暗暗估算着 六层是大罗金仙之姿 上到七层 就是仙王之姿 八层是仙皇之姿 九重塔顶 是天地之姿 第四第五层 分别是天仙 金仙 以他现在的雄魂气韵 登上第六层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 真要当魔族女婿吗 算了 没有半点感情 还是个仇人 娶回家 还容易弄得后院起火 路前摸了摸 怀里的九龙地印 目中闪过一抹金光 温 一声轻微颤动之后 九龙地印 发生奇异的变化 竟是变成了一块灰色的石头 没有半点灵光 现在 八层的气韵 被他自行封印住 等下估计 只能登到五层 这波纹了 陛下陛下 那位莲华魔女 娇小玲珑 相貌秀丽托俗 你对他有没有兴趣 身旁的鱼之秋 吐了一口烟 八卦问道 没有 路前淡然摇头 慢着 让我来听听 怀里的白胡椒 嘀嘀地喊了一声 扶趴在路前胸口 扬起小脑袋 继续问道 陛下 你对那个莲华魔女 有没有兴趣 啪 路前抬起手来 谈了一下她的脑门 别跟着玄女胡闹 真岂是那种 见色起义的灯图愣子 见到美貌之人 便要娶回家 正向来只喜欢 贤良舒德的女子 美貌不美貌的 只是一副皮囊而已 从来都不在意的 这一番话说得 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好不要脸 玄女和白苏苏听了 双眸邓大如同龄 各路前你宫中的皇后妃子 红颜知己 各个都是容貌角色 千娇百妹 这还说不是贪图别人美貌 这时 一旁的风渊插嘴打去道 路前淡然答道 这只是巧合而已啊 陛下 不好了 你的良心没有了 你是不是昧着良心说了谎话 听到这话 白苏苏伸出爪子 摸了摸路前的胸膛 惊叹出声 回应他的 是路前又一下脑瓜崩 殷殷殷 好痛 玄女 我要抱抱 白苏苏顿时万分委屈 双眸水汪汪的 一下子钻到玄女怀里 乱拱着撒娇求安慰 见此 路前摇摇头 万象大殿正中飞起来的人 有人上场了 这是一个身披金衣的龙族大汉 威武魁武 双目炯炯有神 仿佛有雷电闪射一般射人 他飘飞起来 猛地撞到半空中 那尊拇指大的九重运塔上 刷 九重运塔金光大放 猛地旋转 放大 眨眼之间 就变成一丈余高 三尺来宽的宝塔 散发出阵阵古老玄傲的大道气息 将人吸了进去 下一刻 这尊九重运塔变得半虚透明起来 让人可以穿透塔身 看到塔中的情景 塔里是一根根熟悉的玉柱 四面的墙壁上 点点星光闪烁 勾连之间 形成四十九幅无比神秘玄奥的星图 和长生殿里的一模一样 这九重运塔跟长生殿莫非有什么联系 或者隐藏着解开长生殿那四十九幅无上星图的奥秘 路前心中惊疑 此时 那尊龙族大汉身形变小 开始灯塔了 一层宝塔有一道玉梯 共十八阶 每一阶上都有游蚁着太古蝌蚪般的金银仙传 密密麻麻 好似一群群鱼儿般 龙族大汉一踏上去 那些似鱼儿的金银仙传仿佛受到惊吓一般 自动散开两边 让出一条道路 就是这样 在众人注视下 这位龙族大汉一步步走上去 一路顺畅 很快 他就登上了二层 然后是三层 四层 看样子都很是轻松 没有遇到半点阻碍 神奇的是 每登上一层 这一层就会发出银银光亮 仿佛被点亮了一般 塔里的龙族大汉脸上 也不禁露出一分喜色 能够登上四层 说明他金鲜可期 说不定还能突破到大罗金鲜 不朽不灭 想到这 他一步飞出 踏上了通向第五层的玉梯 翁 就在这时 游翼在玉阶里的无双金银仙传 活了过来 猛烈放光 融合汇聚 竟然是化作一堵金银屏障 生了起来 挡在他的面前 这堵金银屏障 薄如蝉翼 只有一帐来高 无耻于宽 半透明化 看起来很是脆弱单薄 但是 屏障之中 有无数金银仙传 疯狂游动 仿佛是闻到血腥味的凶猛食人鱼 让人感觉到几分危险的气息 龙族大汉眉头微皱 哼 区区屏障 如何能够挡我 下一刻 他双眸锐利 冷哼一声 猛得向前一撞 砰 屏障犹如玻璃 怦然破碎 散落一地的太古金银蝌蚪 龙族大汉轻松登上第二级欲阶 然而 又一堵金银屏障 升了起来 阻挡住去路 隐隐之间 众人似乎看到屏障 似乎变得厚了一些 龙族大汉仍然无所畏惧 如蛮牛一般 直冲而出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堵堵金银屏障升起 又被撞碎 几下眨眼 他就登上了第十七阶玉阶 只要再登上一级 他就能够进入到五层 然而 金银屏障已经厚到字典一般 看上去就觉得坚固无比 龙族大汉毫不畏惧 猛地一撞上去 碰一声巨响 龙族大汉如同被星辰壮壮一般 整个人吐着鲜血 倒飞下来 狠狠撞到四层的地板 在地上身不由己地翻翻滚滚 最终撞上了塔壁 才堪堪停住 失败了 众人看了 巨士摇头叹息一声 龙界一尊大能 金袍老者 开口劝说道 真儿 不必在意 自古以来 九重运塔只能看个三分 还有不知多少天才人物 只能登上三层 却最终以天仙之姿突破到先王境界 你也不必灰心 谢老祖提点 九重运塔里的龙族大汉脸色苍白 起身抹去嘴边鲜血 深深看了通往五层的玉阶一眼 眸中有一丝不甘 最终 他神色恢复正常 飞出宝塔 回到龙界的玉桌后 宝塔被点亮的四层 随之暗淡下来 红鱼 赐这位龙族天才一件宝物 不能让人白走一趟 正被莲华魔女捏揉肩膀的 红纱魔族一台袖手 悠哉悠哉地道了一句 话落 一旁的红鱼魔皇 轻轻一挥袖袍 地上的宝物堆立 立刻飞出一团宝光 落到那个龙族大汉手中 多谢红纱魔族 龙族大汉拱手道谢 居然还有安慰奖 众人见此 不由得双眸一亮 皆是月月欲试 就算闯不到六层 通过不了第一关 还能拿一件宝物 值了 正好测测自己的气愿 我来 但随着一声雄魂大喝 妖界的玉桌后 也飞出一尊魁梧大汉 是刚才和丁秋过招 拥有大鹏血脉 度过千重天结的妖族真仙 他一进塔里 是如破竹般 霹雳啪啦的冲上第四层 这座宝塔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 路前微微好奇 瞳孔深处 渗出玄傲无比的金银仙传 遍布双眼 刹那之间 天眼一开 无数金丝出现在眼里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团浩日 炽烈无比 闪瞎人眼 这就是他们的气韵 尤其是那些仙皇魔皇身上的气韵浩日 雄魂无边 看一眼都感觉到有双眼要融化 至于红沙魔祖 路前没敢去看 转眼望向塔中 他看到了 魁梧大汉登上玉阶 并不是冲破屏障 而是屏障自行碎裂的 屏障里的太古蝌蚪 在魁梧大汉碰到屏障的瞬间 以拥而上 吞噬掉他身上气韵浩日的一部分 砰砰砰等魁梧大汉冲上第五层 他的气韵浩日已经只剩下一半 魁梧大汉冲上五层 神色一喜 一鼓作气 直冲六层 他冲上去了 第六层宝塔被点亮了 妖界的一众天之娇子不禁欢呼出声 九尾胡尔女子 长鼻银笑 战天斗地大圣元 还有那尊九头狮子 四尊妖黄都是面露笑容 欣慰点头 然而 露前确实眉头微皱 这妖族魁梧大汉身上的那一团 浩日气印已经所剩无几 就如同被咬剩一小块的饼干 怕是上不了七层了 果不其然 魁梧大汉面露喜色 战意勃发 一步踏上玉尖 刹那之间 全身浩日被金银太古蝌蚪文寺的仙传 分而食之 彻底暗淡下来 随后 整个人撞在透明屏障上 被狠狠弹飞回来 等他飞出宝塔 气韵归身 那团气韵烈日重新闪亮 只不过 缩小了一圈 九重运塔似乎变得更加精致 滑亮 这九重运塔在吞人气韵 修复己身